北仲上至第五十一号杀人案件 开始请准备程序 今日到庭的通议是陈一传先生 请先朗读杰文并签名拒绝 今为一百零九年度 北仲上至第五十一号事件作证 当据事实陈述 绝无逆事增减 如有虚伪陈述 愿受伪证之处罚 仅此拒绝 证人陈一传 庭长 我们要申请通议回避 理由 这位通议陈先生 他执行职务有偏颇之余 你有什么证据 没有 公毕 不要让人看笑话好不好 停上 你可以自己问他 问什么 问什么 陈先生认职于一家 叫巨洋的移民顾问公司 职称是讲师 不知道为什么 这听起来 就是有点可疑的感觉 对吧 问题 这家巨洋公司 跟被告的仲介公司 有没有业务来往 或者是利益关系 问题二 陈先生曾经以通议的身份 参与过哪些刑案 那是不是都跟这个仲介公司的外劳有关呢 问题三 参与本案的前后 有没有私下跟被告的传公司 或者是仲介公司的相关人员 联系来往 您是老经验的 您应该知道 巨洋后市要负为真罪的责任 这关系到过去所有的笔炉效率 简座 现在是看谁笑话 的确 仲介公司是请我来协助 那我就是基于协助的立场来 来协助 因为被告的方言台湾没有人懂 那我 他需要协助 我也就是单纯地来协助 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使命要来 要来协助 文件改期 文件 下次请自己寻找 适合的通议道庭 是